克兰正规军攻入了俄罗斯的库斯克州 还炸掉了库斯俄州的第二座大桥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不坐镇 莫斯科反而是出国了 普丁周日18号 夜里抵达了中亚的亚赛拜然首都巴库 展开了国事访问 跟亚赛拜然的总统阿里耶夫 就双边关系跟国际与区域的问题交换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亚赛拜然是伊朗北方的邻国 可以说守护伊朗的侧义 两周之前俄国的国安会秘书长萧伊古 把防空飞弹系统送往伊朗之后 随后就到亚赛拜然去磋伤 如今普丁又放着国内的库斯克州战事出保 跟亚赛拜然的总统面对面沟通 普丁此行恐怕牵动紧绷的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关系 你好我是宋燕明 你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